看似平凡无奇的石头 一刀切下去 价值瞬间翻倍 只见原石 摇身一变 成了翠绿亮眼的翡翠 拿起手电筒一照 更能看出经营光泽 原来这是近期 网路上最流行的赌食直播 业者开直播 一颗颗叫卖 吸引民众争相竞标 但却曾被踢爆 直播间离寒假的 有不少是业者安排的托 为的就是拉台竞标假象 社局诈骗 一开始他可能小额 之后有让你拿到钱 可能会个一千块两千块 他就是说他会帮我卖掉 他说会找买家 原来日前张先生 在抖音直播上 向业者购买赌食 好几次都以一千元价格 获得两到三倍报酬 当下还以为能靠赌食 大赚一笔 殊不知一切全是圈套 他前后贵了十万元 却连一颗石头也没到手 汇款完十万元以后 然后对方就开始慢慢的 找各种理由推脱 一个一个封锁 不满十万元统统打水漂 被害人气得和直播业者理论 这才发现受害者 还不止他一个 另外还有四人 同样也被骗十万元 当然民事责任 可能也会有这个债务不理性 他根本没有去找人 或甚至说这个 是不是真的翡翠 也不知道 如果经过鉴定 发现这是假的 这部分可能会涉及到刑法的 诈欺的这个行为 一刀穷一刀腹 赌食原本就是在拼运气的 赌博行为 但没想到在抖音直播间里 却成为彻彻底底的 诈欺游戏 参与新闻简和迷赖心意 台北